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大家伙可是真得着了啊 圈哥今天用山药做一道菜 不仅看着好看 而且还非常好吃 然后咱把山药去皮 咱们山药打皮的时候 一定要戴上手套 把护具戴好 要不山药皮站到你的皮肤上 哼 那老酸爽了朋友们 圈哥都告过这事 那成难受了 而且还没有解药 快过年了 别到行日给大人安排点肉菜 喝酒下酒菜了 孩子们菜你得安排安排呀 给小孩做点甜品菜 来人来写啥的能不带孩子吗 给孩子拿点好吃的菜 那孩子不得歇你吗 而且今天这道菜呢 咱们可以提前批量制作 你做好之后 放在冰箱里边 啥是来人啥是往上一上 山药打完皮之后 切成长段 切好先放到水里边 咱把山药投洗一遍 然后把山药放到蒸锅里边 有很多的朋友们呢 蒸完的山药发黄不白 哎 圈哥再教你一招啊 咱往蒸屉上面淋点白醋 哎 它就不发黄了 但是大家伙不要担心啊 别以为放完白醋 蒸完的山药有酸味 因为随着蒸汽 白出的酸味就会挥发掉了 没有酸味 主要是给山药起到蒸白的效果 盖上锅盖 蒸10分钟到12分钟 把山药蒸面糊了 蒸熟了 山药先蒸着 咱们把这蓝莓酱先调制了 在市场超市都能买掉了啊 这种蓝莓酱 瓶砖上的啊 因为咱买的瓶砖的蓝莓酱 比较稠浓 咱们往里边啊 加一点蜂蜜 好 把蓝莓酱稀释一下 再加入两勺清水 然后把蓝莓酱啊 卸成酸奶的状态 现在的蓝莓酱没有结筋 没有成块的状态 这种状态就可以 时间到了 咱们先关火 待会儿看一看这山药 是不是确板确板的 一点没有发黄 对不对朋友们 这有扎上穴 非常管用 然后把山药放到搅肉机里边 加入两勺白糖 盖上盖 然后把山药搅成泥 好 把山药搅成这种泥转 没有颗粒 有个朋友呢 告诉大家伙 用擀面盖来压 用瓶子来压 突然告诉你 怎么压 它没有这个搅肉机 搅得更细腻 一点颗粒都没有 然后咱们静止 让山药泥自然冷却 咱们把这山药泥 放到表花袋里边 然后咱把山药泥 挤到盘子里边 好 咱们把调好的蓝莓酱 揪在上边 不用放的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 蓝莓山药做好了 车哥先品尝一下味道 大家一会儿看一看来 非常的细腻 看见了吗 山药非常的细腻啊 吃的感觉 有点类似于奶油血糕的状态 非常霸道 就知道菜的小孩 他能不爱吃吗 咱们剩下的山药泥 放在表花袋里边 在家里边的冷藏冰柜储存 什么时候 家里边来人来血了 摆上一盘就完事 摸点蓝莓酱 多省事啊 而且还好看 操作简单 容易上手 那么好 四边到这里 一到家庭版本的 蓝莓山药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这道菜 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能给车哥留下 一个免费的站 车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